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新种哥 原神4.5的前瞻直播结束了 与此同时 原神公布了一个传新的卡池机制 如大家所见 他把一大堆角色和一大堆武器 都直接塞进了卡池里面 订阅我这个频道比较久的观众 一定记得我经常这样说 所有的手游进入三周年之后 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 有很多手游在这个时间点 会选择把老的限定角色 变相的慢慢常驻化 也就是开一个全新的池子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原神好像还是有点舍不得 首先首当其中的地方 就是在于这个卡池的形式 还是有一点差强人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我就假设 你要抽这六个角色的其中一个 也是要用粉球来抽的 也就是说他不打折 十字里面你选了角色之后 就打比方说你想抽秦团长 没错 就假设你想抽常驻的秦团长 然后第一次抽卡 你是有可能歪的 所以综合平均抽取概率 还是93抽的期望 他一点都不打折 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同点 那就是假设你定轨的秦 你中间是有可能歪到优拉的 是的你没有听错 这个就是原神官方的解释 就是说你定轨常驻角色 他有可能歪出限定角色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就假设你定轨是可莉 你中间也可能歪出优拉 你们听懂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 其实实际上还是变相打折了 因为你在抽卡的过程之中 你是有可能歪其他限定角色的 按照以往的原神的卡池 你砸个180抽左右进去 理论上是可以得到两张限定角色 和一张常驻角色的 这个是期望 但是在新的卡池里面 他就不分常驻跟限定了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期 他里面六个角色都是限定角色的话 那你就听懂了 你是不可能歪常驻的了吗 又或者说有一期他是四个五个限定 然后友谊两个常驻混里面 那你期望上来说的话 你得到限定角色的概率 也是比以前要高了 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原神官方还是表达的比较含蓄 他这里故意用琴团长举例子 就举例你定鬼了琴 但是歪了可莉的说法 其实就是一种比较含蓄的表达了 就在刚才我还看到 有不少朋友在评论区说 是不是角色进入了这个集装箱池子 就代表着基本上这个角色的强度上 就被放弃了 怎么说呢 首当其冲 看起来比较刺眼的就是阿贝多嘛 然后你看看阿贝多的 左下方站的那个小人 他叫千只 在千只上线之前 就有不少的玩家这样质问 就是千只出来之后 阿贝多要怎么办 阿贝多还有喝汤的可能性吗 然后这个新的卡池 就直接把阿贝多放进去了 也难怪有不少的玩家会这样去吐槽 说是不是角色放进来 这里就基本上代表着放弃了 不过我一直这样说 三体人辅助的时代 这个前台角色其实也已经不太重要了 你把刘云和弗妮娜抽到2加5 让阿贝多打下落攻击 伤害也大差不差了 现在三体人辅助本身 数值基本上都在他们身上 讨论喝汤不喝汤的问题 这个主要还是你心里面 过不过得了那条坎而已 其次确实这一次安排进混合池的角色 有一点露骨 优拉 可莉 跟阿贝多就你会这样去想 这一期还在下半震耳巴紧的复刻的万叶 为什么原神不把万叶塞进来 万叶的伤心时间也没差优拉多久 为什么先进去的是优拉 野民的人都看得出来吗 就挣钱嘛 不寒颤 其次这个混合池呢 就是你可以定轨选择五星武器的话 他蹦出来的就不是角色 就只会蹦出武器 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大堆污染卡池用的天空系列在里面 还有风击剑也在里面 武器方面就相对比较有诚意了 像维海线标呀 猎人之镜都放进去了 看似是比较有诚意的 为什么说是看似呢 就怎么说的 你要是定轨其他东西歪到了猎人之镜或维海线标 我觉得是赚的 但是在现阶段 你专门去定轨 猎人之镜和维海线标的话 你还是要记住 现在原神已经素质膨胀了 你专门去定轨老角色的专务 还是要思考一下 就不要专门为了这两把武器进去 我觉得就是不值 这个抽新的武器池 比如说你定轨的猎人之镜的话 他期望是93抽 比起刷up的池子106抽的 期望还是要稍稍低一点 而且你吃满大保底的话 就180抽 好像也跟刷不吃没差多少 你刷不吃不就是200抽吗 你这个也是180呀 他这个也是不继承的 他就比如说你这一期你定轨了情团长 但是歪了可力 然后下一期呢 他轮换了其他新角色了 你这个情团长的那个定轨就没掉了 怎么说呢 全新的卡池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原神 还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他们知道老角色复刻 商业价值可能比较低了 也要求变了 就可能也在参考其他手游 但是好像又放不太下架子 可能就觉得我们的角色价值很高的 这样已经是亏到血都出来了 看得出来他们在左右摇摆 并且把哪几个角色塞进去的时候 选角色方面也明显的不想给你演了 就明摆着就把一些在社区大家看来 强度上抽取价值比较低的限定角色 先塞了三个进去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官方的Qman 都是充满了犹豫的 他说每期的混合池的物品清单 是否会更换 是否有更换的规则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这里给你回答说 有可能会不同 什么叫有可能会不同 我当时看到这里就觉得有点奇怪 你们连这个都还没决定好吗 这个显然不可能是还没决定好的 他只是故意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你知道吧 他肯定已经有后续所有的 要怎么样up的那种基本的计划了 但是他这里的回答 居然直接跟你说有可能会不同 他居然还说有可能相同 怎么可能相同吗 然后就是下面这个混合池 什么时候开始 他这里居然回答跟你说 不定期开启 具体开放时间 请关注官方信息 也就是说原神这一次 开放一个这样的池子 他连自己都不想把计划说的太明白 在文案的规则上面 说明方面是一个劲的 明摆着要往模糊的方面说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游戏 他如果公布新的卡池的话 他规则肯定会说的很明白的 比如说哪些角色会进去 会怎么样轮转 隔多久轮转 你这些问题在原神的这一次新卡池 你一个都拿不到确切的答案 他跟你说阵容有可能会不同 但是也有可能会相同 也是不定期开启的 他唯一说明白了的 就是一个角色必须up过三次 才有可能进入混合池 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是屁话 你动脑子随便想想也知道呀 一个角色只复刻了一次 怎么可能就进这个池子了吗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说的等于没说 而后面这句话 主要是给最近抽了销的玩家们 一种定心玩 他就跟你说 刚复刻过是不会马上进去的 但是他也没有跟你明确的说 这个近期未加入过任何起愿活动的 所谓的近期到底是多长的一个时间 他还是没明白说三个月未免也太快了一点 就毕竟三个月原神也就两个大版本 所以我国际这个所谓的近期 未加入任何活动起愿 应该是指大于等于半年 半年这个时间点就比较好交差 他一方面能够安抚刚刚出了销的玩家 另一方面也是起这样的暗示作用 就是下个版本万页 你们还是可以抽的 主要是指那个仓库自由知识吧 他就跟你说 不用担心万页这么快进池子 你们还是正常抽 正常孝敬我们就好 不要太恐慌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按照他的标准 就是up过大于等于三次 这个标准其实一斗也不安全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策划 应该不会这么舍得万页立刻放进去的了 所以可能其实一斗还更危险一点 懂了都懂 总之目前原神公开的这个新卡池的情报 以及规则 各方面来说给我的感觉就是相当的犹豫 但是又不得不做改变了 就这种感觉 但是一方面他们又什么都往模糊的说 就给自己留足了灵活的后路 这个多半肯定也是想后续再观察一下流水的数据 看一下复刻池子会不会暴跌之类的 再可能想要调整一下吧 其实在此前4.0上线之前吧 就夜兰复刻之前 我都这样说了 我说新角色这个命之后看起来有点不对劲了各位 就算是抽夜兰也要考虑清楚了 亏可能不会亏 但是赚多半是不赚的了 在这个时间点 目前一切的形式发展也算是比较的意料之内吧 各位平时以前没有玩过其他手游的 也不必感到恐慌之类的 这个是一切顺其自然的过程 只不过他这样的安排怎么说呢 有不少玩家其实还在期待那些老角色 有没有可能出SP的吗 比如说阿贝多 他现在强度确实 你对比起千只来说 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新角色在定位上面看似各方面了 定位上太过于重叠了 然后新角色的命之座提升又会很高 同样是6加5的情况之下 人家是你三倍四倍的输出 我觉得老角色调整命之座是不现实的 因为老角色调整命之座的话 就会导致目前已经抽了 就比方说有很多玩家 他已经抽了6命的公子了 你加强6命不就是等于他们凭空赚到了 他们会觉得 哇那我老角色突然凭空被加强了 那我新角色是不是不抽也还可以呢 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 那就像你邻居升官发财了 你会期待他给你送一部车 送一部50万的车100万的车 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懂做人 狗富贵勿相忘 还记得我这个贫水相逢的邻居啊 这个在网络社区肯定也是属于那种 风向正确的树打拇指的事情 但是现实还是现实 所以社区时不时就会有些人跳出来发颠 说什么就歪歪一下 什么公子的恶命改成了减多少防御力 无视多少防御力之类的 那些我都是笑笑的 相对的一个角色可能会出sp 我个人倒是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这一次混合池有不少角色进去了 还有可能出sp吗 我其实挺关心这个问题 还是说进了池子就真的进池子了 以后就只能说服自己为爱买单了 而且这个为爱买单还只打个九折之类的 不管怎么说 至少这个变革是开始了 并且有一些规则还是出来了 这怎么说呢 他不是说三次up以内的角色是不会进这个池子了 但是老实说三次up这个听起来就很短了 那维莱特马上就要第二次up了 我前面也说了 你这个就像是废话那样 一个角色怎么可能复刻第一次 你就把它丢进这个池子里面 所以三次up在我看来 这个标准其实甚至定的有一点低 就我个人来说 我的期望是一个角色 他第五次up才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他的说法反正就是往低处说嘛 就真的是后路拉满的 具体原神后面会怎么发展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发表 跟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的分析有意思 也不要忘记点赞投币分享 开启小铃铛 stay tune 一键三连观众的频道 后续愿意带上去 又更有汉尽量的游戏资讯